李嘉欣儿子,陈慧玲儿子,洪心儿子,差别不是一般的大。 李嘉欣,18岁时摘下港姐后关,一路走来美不可挡,香港媒体甚至以识破天惊来形容她的劲。 大美人最后嫁给了许靖亨,2011年生下儿子Jayden,许建彤,婚后专心相夫教子。 李嘉欣对儿子降乏分明,不会因为宠爱儿子,反而许靖亨有时候会非常放松,因此李嘉欣不准老公插手儿子的教育,非常强势。 遗传父母高瘦身形,可谓是文物双全,不仅英文特别好,国粤语,日文,西班牙文,意大利文能及法文也是信手拈来。 不少粉丝也忍不住赞叹,完美遗传,儿子真的会比较像妈妈。 陈慧琳有电影女王及广告天后之称,更被誉为香港乐坛的最后一个天后期唱片,广告及电影均在亚洲大受欢迎。 陈慧琳唱过许多快智人口的歌曲,像既是本,不如跳舞等,也参演过一些电影,东京攻略,吴建道等。 2008年11月2日,陈慧琳与刘建浩终于结束爱情长跑,共结联礼。 他和老公刘建浩从大学相恋,谈了16年恋爱而结婚。 2009年7月10日早上,陈慧琳生下男孩,取名刘生,肖明,虾娇仔。 当时因身材恢复太快,还被网友们怀疑代孕。 虾娇仔小时候长得很萌,很可爱。 有网友说陈慧琳长子虾脚仔与宋仲基撞脸,他笑笑回应,可能是发型的关系,眼、鼻活面都有少许相似。 2012年3月21日,陈慧琳顺利产下第二个儿子,昵称叫小龙包。 一家四口非常幸福。 说起红心,就会想起永春里搭档杨子琼和甄子丹,出演让人惊艳的豆腐西施,没得惊艳。 红心与香港演员莫少聪有过一段感情,并未婚纤运,缠下一字。 后来遇上真爱张丹丹,生下一个可爱的女儿。 儿子张搞莲是张丹丹丹的妻子,为红心和南兴莫少聪未婚生下的孩子,二人之后就分到扬镳,红心独自当丹丹丹妈妈近十年。 但张丹丹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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丹� 张丹丰相处得很好 当妹妹出生后 张稿连比谁都腾迈这个宝贝妹妹 在微博上也频频晒出和妹妹的照片 看起来相当有爱 张丹丰生日时 张稿连会为继父送上祝福 张稿连生日时 张丹丰也会祝福儿子 两人可谓是最中国相处最融洽的继父子了 张稿连现在17岁了 越长越帅 继承了妈妈的完美基因 非常帅气 张丹丰因为在微博上点赞儿子太多 还被网友封为炫子狂魔 足以见得两人的亲密无间 现在一家四口幸福美满 女儿遗传了妈妈的美丽基因 从小可爱漂亮 是个萌神 哥哥也已经长成一个小帅哥 而且哥哥和小女儿的感情也很好呢 祝他们一直幸福下去 最后一趟